但是对于K1来说有一点很顺的就是 这个更顺了 更顺了 大帅嘴开个光是吧 那么NV这边呢也是跟南部的FM这边 在前期有了一个小小的冲突 而且NV这边很激进啊 孟阳这边先进去的前面 这一分是必拿的 清晨这边带了一个队友过来的 就是不让 两个人刚刚落地 孟阳这边是没有枪的 没有枪的 还是没有枪的 这是为什么 刚才应该是FM对那信息报的有误 觉得自己能服 是的 但是何将现在这个位置 一是被固定了 二是自己的枪械实在是太差了 只有一把弩 而对Oder来讲的话 对手并不知道 他现在是处置在一个 没有子弹的情况之下 所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慑 况且孟阳这边已经带着MK20 以及686来到了战场 顶到今年的位置 何将只能依靠着野涛的炸点了 野涛现在是何将最后的希望 三连发 但是很遗憾 并没有能够形成击倒 找到了武器 Oder这边落地就击倒了FM的三名选手 是的 第一名选手 我看 孟阳应该是在没有枪的情况下 是的 跳伞的时候被伞兵放倒了 有可能 而且更关键的 其实这个信息沟通肯定是有误的 告诉自己队友能服 而且队友是完全没有武器的来到近点了 应该是他跟队友说我近点没有人 对 可以过来救 结果对面赶过来的时候也非常的及时 对 来了 回放来了 这不愧是三三啊 这排面啊 哦 哦 落伞的一瞬间 没吹了 没枪的 我去 Oder很胆大 我没枪 你第二集 我就赌你来的人绝对没枪的 对 对 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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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对面 LGD 这波团战看来是要接了 因为队友好像不太好走 他们遇上的是上场比赛状态火热 并且获得胜利的K1 K1这边的阵型来讲呢 抱团抱的是比较紧的 嗯 而且LGD这边高点的人好像是不知道就把K的存在 K1这个打得非常谨慎 没有把所有的火箭都给到天 但是LGD集结过来依然是有一个外围的枪线展开又是 就把K这里倒地过后呢 现在K1的阵型从刚刚我们说的抱团现在变成了拥挤了 嗯 有这样的防区是很容易通过道具给排掉的 对 但是我们看到小地图有一个橙色的队伍来 对 童家宝已经套进过来了 这一波童家宝的出现可以说是解救了K1 就是圈形的西侧 童家宝的位置呢 在LGD更三方的点位 嗯 也不能说完全解救 应该就算是缓解了一下压力 对 但是童家宝没有走的意思 哦 反倒是包围了这片战场 那么LGD这边的阿福呢 再一次炸倒了童家宝的选手 经典的位置 开始出枪 他一直是没露脚步的 对 然后出来 这边叫福人 还好就是现在下枪 终于展现了应该属于自己的样子 这波上下的枪线形容非常好 WY在福人不过 他的枪口一直是从这门口 再出来喷 想要拿分直接拿掉了 我们天这边也不敢着急去往前走了 因为队友在福人啊 这可是DBS 对方把火的一瞬间 WY听觉非常的敏锐 童家宝劝了过来一颗雷 那么WY还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浑水当中摸到更多的云 没办法 龙仔的出枪 WY也是被淘汰掉了 灵莎这边的吃到了维森的一颗手雷 现在要机体只剩一个人了 只有猫猫一个人了 猫猫闪耀的翅膀在烟雾当中 场面上只剩童家宝4打1了 应该是掀不起什么波兰 对 应该是童家宝在这边局部战场上大获全胜 是的 能不能补一个呢 关键是他手里边是一把UMP啊 这就很难穿啊 没有什么连杀能力 对 如果是他是一把DBS的话 我都觉得猫猫他有可能穿 有可能 给到了一个南部圈 那么童家宝来说呢 解决掉了自己顺位上的两支队伍 并且现在派还不在自己的周围 可以继续向圈中的点位进行索取 这场比赛呢 随着这个圈形的刷新 感觉TT和G-Team大概率能够拿到一张决赛圈的入场券啊 TT的概率非常大 狼队这边就是扫下了TC的释怀 为什么要说右呢 而且TC这边呢 两个选手一旦落位就不太好走了 释怀这位置应该是可以救的 这狼队还真是成为了TC的苦主啊 一颗雷没有尝试成功 那狼队会不会大举压进过去呢 感觉如果过去的话有可能会被劝 还是用投掷物在尝试 对 听到了魔胎的声音 但是没有顶到近点 最关键的是TC这边的厂房啊 还有一个FM的选手 野桃这个买点很有可能会让TC出事啊 而且TC的对标刚才狼队可能是G了 对 野桃是没有车的 因为他是落地在尸城 仅剩一人的情况下 是的 途步到这个厂房的 当然了也不一定会把自己的枪口指向TC 很有可能会指向天霸 天霸也在向这个方向进发 对 在这边警告大厂房的四庭这边被野桃给放倒 再一个提前枪 很可惜啊 为什么我感觉思婷的喷子比别人伤害又高啊 因为他是低敏 他瞄得太准了你知道吗 主要是出枪太快了 对 出枪太快了 他反应又快 而且他是低敏 而且跟大家说一个小技巧 切成FPP的时候 你的喷子会比切TPP的时候呢 更加集中一些 真的吗 真的真的 你回忆可以试一下 尤其是打这种窗口战的时候你知道吧 切成第一人称 你能打到很多意想不到第三人称的那种角度 再来看一下这边 狼队呢是文迅赶来 想要劝这波架 他知道TC的人数是少的 对 脚步很乱 没有 思婷就出枪 思婷就出枪 那这样的话 施怀的脚步已经漏了 但是要吃两边强线怎么办 最终还是倒地了 要看思婷的操作了 但是大全这边被Suki给补掉 这人的名术的影啊 一看到思婷我就感觉他还能操作 另外一边呢 TT是直接顶到了 没有没有 应该是JDE过来的 JDE散包 JDE散包是在落下来的 因为TT作为原住民来讲 他和JDE的顺位是非常高的 JDE这位置非常被动啊 会无限的刺道具 仅有一个二层楼的情况下 这个二层楼有跟没有差不太多 是的 因为对方的投掷物 只要没有第三方枪线干扰的情况 还好 找火了不致命 因为一颗火烧不死 思婷这边一颗手链又放倒了七七航 独狼还在操作 TT这边的阿杰呢 又被原点的轻质给放倒 但是JDE的枪线始终上TT不敢太过拖大 难以去扩大自己的优势 思婷把机枪补掉了 好 微博给你好像散包起飞了 看他的目击地是哪里 有可能会往这一片来 对 特别是TT和JDE现在正在大战的过程当中 是的 有这么多的烟雾弹 此时不来更耐何时 来看一下 微博选择的落点 往北边去走了 对 还是谨慎 那个地方还是跟上场比赛差不多的地形 可以分开空 而且他下面很安全 微博选择到了洞穴里面 一个安全位 是的 这次要面对的第一个案子是小文 小文这位置好像应该是走不了了 但他应该是有一个突然袭击的机会 但是队友也没有来支援的意思 支援不了 队友这个位置 你自己玩吧 看上去还不如小文 我觉得他现在的想法应该是 ST去进攻他的两个队友 然后他在后面出击 但是已经被发现了 队友确实连枪线都没有给到 那这样的话小文只能自己操作了 白点被发现了 看他这颗雷 时间差不多 但是对方没有落位 一波换位扫射 秀男这边带走了小文过后 接下来应该是直推那个坑了 看小文有点心酸的感觉 我就说你一个洞里的人 你这么嚣张 首先SUK肯定不允许他去拿 有点过分 确实是上不去 他还是守住两边洞口比较好 对 我在想你这要是出去拿了 还给他拿回来 周边的每一支队友都要负严重的责任 全形的西南部这边是派 一个侧身 安岩的补枪这就是派的邪童吗 恐怖如此 安基基这边被连打逮捕过后呢 安岩的位置也被对方给锁定的 但是要看一下对方的锁股架枪 能不能够取得成效 这可是我们爵士晋级小队的队友啊 看看他的操作 主动的往篮圈外去拉 这个位置呢 想要寻求一个一打一的空间 最终一个蹲射 安岩这边是被放倒 但锁股的补枪非常的成功 一瞬之间的J team这里只剩 既得一个人 感觉派的人从不会单打独斗啊 我即使一位一正面没打过 你对的补枪马上就来 他的枪线天罗地网 不过呢 这一波童家宝的大兵压境 看看 team派能不能守住了 再看这边 刚才我们提到 这就一颗手连的炸倒的孙楠 再往前点去走 没招啊 这种巨大的劣势 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之下 VS在小文倒了之后呢 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刚刚童家宝顶得进点过后呢 龙仔是被连打逮捕了 另外一边呢 NV 也想进洞 对 狼队这边是先进洞 然后被微博给带走了 NV这边再进洞 微博这里呢 作为一个洞穴的守类者 这个洞说实话 我自己进的都很少 这可不好进攻啊 是的 这个很难攻啊 除非对方的投掷物真的很准 倒是这一颗手雷炸倒了order 主要是这个洞的地形 大家应该都不太了解 这是一个冷门的点位 再来一颗雷 这要反清了 只要等烟里边的埋雷 全部炸掉之后 微博gaming就可以反清出来了 NV仅深一人 是的 那现在要看看微博gaming的角色 不出来吗 他不着急啊 不着急 真不着急 他如果先出来 就要被对方打先手 而且微博也在倒地人的情况下 选择冷静处理 是的 最关键的是 你不知道这个烟雾里边 还有多少颗雷没炸呀 对 而且微博自己手里还有手雷 他的雷太多了 微博gaming 还是先用道具覆盖一下 好 闪丢出来 小心眼睛 填包又填到两颗手雷 是的 再往回拉 只要有雷 他就不跟别人玩正面了 对 这个就是道具赛了 并且他有位置也有优势 我在里面 感觉NV的伤害性投资物已经丢完了 对 那等NV散的话 NV已经没有位置可以待了 来看一下这颗手雷 差一点 将QC带走 是的 现在NV比较煎熬 因为头顶也要看 动力也要看 关键是这波枪声 一旦想得太久的话 那很有可能有第三方的枪线 给到NV重磅的打击 就是停止一直在头顶 想要去试探一下 在无人关注的南边 记得一个人把派杀完了 勾踢的记得把派的两人 一穿二直接带走 毕竟是冠军至真版 对 童家宝这边呢 保持了两人编制 刚刚那一波呢 J-Team和派在交战的过程当中 龙仔是先往前顶 然后直接被连打代补了 后点的作战当中呢 童家宝这边又损失一人 现在只剩两人编制 但是南部有一个小小的圈点 接下来对于童家宝来说呢 我觉得拿分的关键 要看一下J-Team跟TT 在南部的作战 能否捕捉到信息 先去把这一架给劝了 哪怕是抱着万分的心态 至少这样的一个阶段五 到阶段六 你是可以过渡的 看一下阶段六的刷新 在北部无人在意的角落 体坛一直是掌控着巨量的面积 我就不信这个圈星 真能难切 把体坛完全切出去 先读那一波 好 但是体坛已经在这个地方 控制了三个圈左右 他这个圈再怎么刷 体坛都会有自己的缺点可以带 TT这边呢 再一次对枪放倒了东东 这波是肯定要打了 这一波应该要打了 是的 没有第三方向 但是这边又被晚风给放倒了 两边是打了个你来我往 那么一旦少人 就要看一下TT近点的道具了 闪光呢 又名勇气之弹 一旦向外投掷 发出羞的一声 直接向近点进攻 但是86这边 显然更准一些 放倒一个放倒两个 又没有 小冬家就都会放倒了 小冬家就都会放倒了 一这边也转起来了 这转起来 连自己队友都瞄了 但是86这边还是一个满血 最终还是切除了M4一波跳枪 一波童家宝 马上赶到战场 刚刚我们就分析过了 这一波童家宝 应该是要拿下的 是的 两个满边的队伍 而且在阶段六打架 有互捣的过程 对于腾家宝来说 这样一个圈架戏机 非常的关键 Tins Girl已经六个淘汰了 在洞穴内部呢 NV和微博两支战队 再次交火 但是微博已经减云一人 是被Ling给领导逮捕了 而对于NV来讲的话 现在急需 刚才 SUK 这颗手雷太准了吧 一颗手雷 看到头极了 看到头皮了 一波跳枪 但是这个距离喷子的跳喷 可能并不是很准 不过在队友的配合之下 这一波SUK是拿下了NV SUK应该也是一个三连暴走 是的 而且呢 虽然投掷物补充不了太多了 但是药品各种各样的物资 对于在坑底的微博Gaming来讲 还是非常重要的 再看这边STE 同样还是非常有韧性的一波团架 而对于体坛来讲 虽然圈形是东切了 自己也有自己的战略纵深 但还是先选择先反卡一波STE CSUK这个位置一定不能倒 而且体坛绝对没有想到 麋露的那个位置 它直接拉到了信号技术区之外 刚刚差一点把97给放倒 要退了 虽然麋露也已经倒了 但是说对于体坛来讲的话 再打下去有可能是为他人做嫁衣 是的 主要这个山体它控不完 该让一点让一点 它的目标已经达成了 组织一下STE 以让STE的背后由天霸烧起火焰 但是在组织的过程中 也是损失了一人 SUKI是被淘汰掉的 这作为体坛队内最猛的一把枪 将会他们决赛前埋下不小的伏笔 接下来如果天霸的矛头要对准STE的话 对于体坛来说他控完了东部的信息 依然可以向西部这边去夺取一些淘汰术 现在天霸只子摊子也比较大 他不会直接顶到STE的脸上 但是他会通过枪线在底坡给到对方压力 这种就是非常老辣的一种玩法 我让你难受 对 包括体坛也是一样 虽然他损失了一人 现在STE确实很难受 现在是高呢 攻不上去 低呢又赶不走 赶走了之后呢 现在一看自己离坡定已经很远了 而且对方的选手呢 就在圈内架着自己一场 其实STE这波的负面啊 我认为是非战之罪 这种就没法玩了 特别是你南北都遇到了会玩的对手 对 大家都在依靠着其他队伍的地势 去攻打对方 清智这边呢放倒了97 而且97倒的这个点位有点尴尬呀 难道说天拔要避其攻于一翼了吗 只要灭掉体坛 圈内50%的面积尽在我手 那这样一来的话 微博是不是有机会从这个洞穴拉出来呢 要看他能不能够读到这波信息了 先往前面去顶 确定了 进点是没有人的 把队友这边呢把97给补掉 高点一张踩住 另外一边呢 体坛是直接顶到了 JT记得的进点位置 JT记得这边放倒了莫竹 莫竹倒地过后 尽点是一个一般一的情况 而对于同家宝来说 两人编制这个时候再次启动的话 依然是可以拿到全家的分数 看看至真JT能否再续传奇呢 这波烟雾当中 直接是在烟里将老尹的带走 这场比赛 JT在南部在东部 均取得了两个淘汰 是 并且已经来到了第四名 这个空投啊 终于是名头有主了 不过呢 不是刚才那一个 不过天吧 这场比赛想要控圈 在决赛圈拿下优势地形的决心 非常非常的大呀 速度很快呀 是的 他在北边把体坛赶走之后 现在呢又踩到了 Vivo Gaming出这个山口的必经之路 那么大帅现在认为 谁的机会更大一些呢 我想都不用问大帅 问弹幕就知道 对对对 还是满边的天吧更有机会 没错 首先他打得很聪明 打得很灵活 然后现在又 发现了哪里是 对他最有威胁的点 就是微博 是的 如果微博摸上来把他打了 那他应该吃不了心 然后剩下的沟梯跟童家宝 都是一个残边的状态 所以只要天吧 顺利地把微博处理掉 那应该是 已经是吃鸡了 Vivo Gaming非常的谨慎 每过一个路口都要先预秒一波 是的 他就害怕这里会否有一个 不露脚步的老六 其实是非常有可能的 主要是他观察不到 那么多的细节点 没错 但是微博光有包铁 没有车开 我刚刚好像看到动静里面有一辆 那个好像是NV开过来的 但是在不断的作战当中呢 耐久度一定是不高的 对 已经没有状态了 我都不说战啊 这那个手雷来回丢枪各种各样的纸 是的 但是这个点位太低了 就算有一辆完好无损的车 你从这个底坡开 那我估计天霸的火力 直接能给你秒杀 看一下 Vivo Gaming 因为左下角的UI被挡住了 我们并不能够知道 这辆载具的耐久都有多少 但至少没有卖冒这个白烟 对 也就是说先能抗一波子弹 70%到80%的耐久肯定是有的 是的 天霸这边也知道 脚下的队伍是有载具的 这条巴马上刷新 关注一下 他温哥不用动啊 对啊 他还可以在坑底啊 前面我们说了 你来到这个点位就是不好吃鸡 但是作为慢顺位的队伍来讲 中期的运营这么抉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没错 这样一看的话呢 佟佳宝的圈点就在维森 往圈内的这条马路反拨 如果佟佳宝这边先动 并且能够对天霸造成制约的话呢 这场比赛 Vivo还是有机会从洞里出来的 是的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载具的耐久度 现在来看的话 需要一辆好载具的队伍还是挺多的 对 但是记得是独狼的情况下 尽可能去拿了 对 其实这场比赛 他已经非常非常精力了 已经拿了四个淘汰分 然后又有第四名的 四个排名分嘛 对 四分的排名分 这就是八分了 对 自己个人就八分 自己个人就八分 佟森落位的声音啊 应该是被天霸给判断到了 不断地在手雷排点 天霸这场比赛呢 因为没有太多的经典比赛 投掷物的储备应该还是比较健康的 那么在后期的团战当中 如果Gaming 他们的伤害性投掷物 应该是不多的 嗯 烟雾应该也是不多的 对 他在下面跟NV消耗的太多了 嗯 而且呢 NV已经是打到弹尽两绝了 来了 记得又来 又是一个一打二 这个位置已经是有机会了 没有机会 对 听死哥七个淘汰在手 遇到了手感火热的听死哥 而且童家宝和TT有一个共同的点 就是第四人啊 迟迟很难抉择 是的 在总决赛当中呢 感觉听死哥啊 确实是用实力 应该是稳住自己手发的位置 其实在训练赛当中呢 童家宝也是经常的上怪咖 以及听死哥这两位选手轮换 注意看轻质的操作 不断地晃动视角 来扩大自己能够获取到的有效信息 看看全新如何刷 哦 在童家宝这一侧 那这样的话 童家宝两个反斜坡 只要不吃到巨量的伤害性投资物 自己还是有得玩的 现在对于天霸来说呢 我个人感觉 要管太多了 对 童家宝那边 他其实只需要看住 因为对方第一时间上不来 他要做的就是 先把微博这边给激活了 我们前面有一个判断 就是微博gaming 它的烟雾弹可能不多 我上一头这屋肯定是没有的 这一看就没有了 但是烟雾弹这么多 给到他一些吃鸡的机会 15颗烟 12颗闪 对 但是白晓纯这位置非常关键 微博这边很有耐心啊 一直的通过道具的声音 去骗对方的道具 坦白晓纯 这颗脸好像很准啊 直直撂到了这个明斯哥的脚底 最终微博也是在决赛圈率先被淘汰 本招比赛的决赛圈将会迎来童家宝 二打四天霸 提斯哥第一时间被呼吸局给放倒 好 只剩下的翁文艾斯 最终是难以敌过对手中将 恭喜天霸 恭喜苏州天霸 取得了总球赛第一天 第二场的胜利